一个烤乳鸽 那价钱不便宜的 那您就理解错了 烤乳鸽那鸽子是肉鸽 专门供人吃的 我们刚才说这210万买的赛鸽 这个叫赛鸽 专门用来比赛 从观养到放养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鸽子具有炼潮的特性 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把鸽子带到别处 让它自由回归 这就产生了通信鸽 当人们看到归潮的鸽子 鸽子有先有后 于是又萌发了 用鸽子竞享取乐的愿望 从而发展出赛鸽 这一独特的体育活动 比如说这鸽子怎么比赛 你是不知道 你平常不关注这个 咱们国内的赛鸽比赛 一年都有好几百场 5 4 3 2 1 起飞 就把鸽子鸽挺老远 比赛他们谁能先飞回来 那么这个比赛奖金那不一般 你比方说超过500公里的这个比赛 往往那冠军能得多少钱呢 有的奖金60万 高的达到100万 亚军40万 50万的 就你只要进了前400名 每个鸽子出场费 那都有4万到10万不等 短距离比赛你也得给1万块钱 你要有名次 当然有人说这么办 谁出钱呢 羊毛出的羊神圣 你带着鸽子来参加这比赛 这叫赛鸽公棚赛 什么公棚赛 把你鸽子都拿来 集中到一个棚里养着训练 然后开始比赛 那么私养费报名费 一个鸽子也不会低于7000块钱 你这赛鸽子为什么比别人飞得远 飞得快呢 它肯定有原因 它有些训练方法是很独特的 你比方咱举几个例子 很有意思 你琢磨着 就说明训练赛鸽的人下了功夫了 有这种方法 是利用鸽子的习性 一夫一妻制 就说雄性鸽子跟雌性鸽子 公主配一块来 没啥意外是不会分离的 彼此之间对爱情很重贞 有人就用这个特性 来训练鸽子 一般说 咱先说两种方法 针对雄性鸽子的 有叫洞房花竹法 有叫寡居法 怎么事呢 洞房花竹 刚给这个雄哥磁哥配对 两个人配对时间不长 可能也就一两天两三天 正好这时候呢 把它拆开 把那雄哥放走 比赛去 这雄哥你想想 小别胜心一会 龟拼此剑的往回飞 这叫洞房花竹法 还有的像什么官夫坊 什么叫官夫坊呢 我们都知道官呐 独身的男人 光棍吧 这个 把这个雄哥 跟雄哥之间 都一块生活了挺长时间了 把他俩分开 分开挺长时间 再让他俩聚 聚一块也就几天工夫 再分开 把这个雄哥送去比赛去 那他这着急回来 见自个儿老伴 多远都往后飞 飞得还快 这叫官夫坊 还有的针对雄哥呢 叫寡君坊 还有爆弹坊 你像这个母哥 跟那个雄性哥的不一样 他除了对爱情忠贞以外 对孩子 母性嘛 都很负责任 有的这个雄哥 跟雄哥在一块呢 总下蛋 爆窝 但是这样的话呢 对于雄性的赛哥来说 体力消耗很大 怎么不让他跟雄哥在一块 一交配就生蛋 让他当寡妇 自个儿待着 然后体力养足了放飞 这叫寡君坊 还有意思爆弹坊 就是让你下蛋 下完蛋你不得孵蛋吗 好我让你孵蛋 这雄哥复旦复旦 眼看这小哥要浮出来的时候 把他拿走比赛去 你琢磨琢磨 这当娘的小孩子 哎呦多了远 他都使劲飞 所以这个叫爆弹坊 你琢磨琢磨 这也是利用了动物本身的一种天性 这样的比赛在目前国内会有几百场 国际上更多 其中比利时 就刚才我们说赛哥网络拍卖会的主办地 比利时 比利时是世界赛哥的中心 他那每年都有大量的比赛 而且也公认比利时的鸽子 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么其实呢 210万买个鸽子 这个在中国来说呢 不是多一份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在咱们这个江苏无锡 有一位叫杨振东的中年人 今年45岁 他有个外号叫江南鸽王 这个人呢 就曾经在2010年呢 花了是400万买鸽子 当然呢 他不是买一只鸽子 400万买两只鸽子 这杨振东就说呀 我花这个价钱买鸽子呀 这点钱还不算 这十多年来 我在鸽子上花了多少钱 2000多万 这400万的要我说不算啥 我年年都从国外 花大价钱买鸽子 最便宜的从国外买进来的 也得五六万 然后他就领着记者 到他养鸽子的地方呢 郊区 大概得有一千六百平米的 那么一个四层楼 说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养呢 说养鸽子呀 咱们有过养鸽子经验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最好是鸽子顶层 就你要住楼 它鸽子顶层最好 为什么放黑方的 在一个最好四外边啊 没有什么高压线的 这类电线 要不然这鸽子容易出现危险 可是随着现在咱们的城市呢 大规模拆迁 高楼大厦遍地都是 这样的环境越来越少了 就市里头适合养鸽子的地方越来越少 所以不少养鸽子成规模的朋友呢 都把这个地点呢放在郊区 有的甚至放在农村 没事自个儿开车到这来一趟 这阳振东一千六百平米四层楼都是养鸽子的 他买了这俩鸽子 这鸽子呢是兄弟俩 哥哥叫冠绝号 弟弟叫卡尔 是他从德国买过来的 说这鸽子怎么那么值钱呢 这个就跟咱们大伙养狗 说我是藏傲 血统得纯正 什么高家所斗犬 血统要纯正 讲究的是个血统 而且人家这个卖这个鸽子 那标牌上都写好了 爸爸在哪儿呢 他妈妈在哪儿呢 都得过什么好成绩 这哥俩呢 卡尔号冠绝号 在国际大赛当中 都获过奖 他们的父母呢 叫国王后皇后后 也在国际赛格界 鼎鼎大名得过奖 说这买了呢 你这二位哥俩 各值二百万 这得怎么养呢 记者跟他就到这个楼上看了 住在这个四层楼里的三层 这三层这俩哥哥住的什么 单家 就专门一人一家 而且这屋里头配上空调 你一看这格局 你就知道这得多值钱 给他们专门搭那个 木质的鸽子笼 最好的鸽笼 这两边啊 放上精心挑选出来的磁哥 这卡尔是熊哥吗 哎 你得配种 挑这个品种好的磁哥 在两边伺候着 中间这门呢 能打开 它就方便了 这磁哥 熊哥 互相之间往来 而且这还不算呢 就假如说你真交配了 这磁哥生了蛋了 怎么办 不是由这个磁哥来孵蛋 而是交给那些呢 刚孵完了蛋的普通鸽子 他给孵 说白了就跟咱们请保姆似的 带孩子 所以就说在这上 你看那是下了本来 有的人说下这么大力气 这玩意儿除了玩还能干嘛呀 再说四百万这俩鸽子 鸽什么挣回来 哎 你别说 还真能挣回来 怎么挣回来呢 咱首先说 他这配种之后 我生的鸽子 这现在呢 这个冠军号呢 大概有五十个儿子辈的了 卡尔号呢 有这个八十个后辈的 其中有一个鸽子呢 在国内的大赛获奖了 得了奖金不说呢 这鸽子就地被一个商人给买走了 花了六万块钱 你看看 这不就能挣钱了吗 就说他们生的鸽子比赛 得了好成绩之后卖 那么这几年来 这个杨振东 每年都从这个卖鸽子当中呢 大概能收获二百万吧 当然不是说 就是这个卡尔和冠军号的后台 他养那么多鸽子呢 第二个就是收入方式比赛 他这个卡尔和这个冠军号 这俩鸽子 要出去比赛去 成绩非常好 他的赛季总共是 费了五次冠军 九次亚军 他这个鸽子参加比赛 三年来总共获得的总奖金 也得有二百万了 所以这个比赛奖金 这个也是赛哥的一个重要收入 鸽子本身是一项那个很好的高山的体育运动 本身可以讨厌情操 对不对 可以交流 全国的鸽友 通过这个鸽子的平台 成为朋友 鸽子的习性咱们说 它之所以才能成为赛鸽 鸽子是天生飞翔的动物 鸽子的翅膀 可以同时提供浮力与推力 羽毛下方 有强韧灵活的骨架 很像人类的手臂 上臂 前臂 可弯曲的手腕 以及手指般的骨骼 它们同时用力推下 让鸽子轻松飞起来 另外鸽子的持续飞行能力超强 一飞几百公里都无需休息 而且鸽子呢 它好像有导航功能似的 你比方说这是它家 你给它鸽子几百里地开外 它就能找回来 而且那是归心似箭 男人不愿呆 就想回家 说它怎么找回来了呢 咱民间有个说法吗 叫狗记千 猫记万 小鸽还记二里半 有这么个说法 鸽子这记忆力比它们强多了 我自己养过一只鸽子 四年之后 我把它送给朋友了 四年之后它依然飞回来 还回到我那个潮里 它还是人家回到了那个潮乡 就是那个鸽子 不知道它凭什么 反正能找回来 现在科学技术研究 说它是靠什么能找回来的 据科学家分析 鸽子是靠最亮的自然光 辨识方向的 它们能记住视觉地标 跟随气味路径 甚至感应地球磁场 来进行日常飞行 鸽子的双眼视野非常开阔 能达到三百四十度 可以直接看到头部的后方 是重要的导航和预警系统 我听说过去有人说过 波浪远拿着鸽子送信什么的 你看电影里也有吗 空中这鸽子飞过来 一身手落下来了 从腿上剪下个东西 小猪头往出一身 一个情报 这画面咱们常见吗 其实鸽子这个性能 长距离飞行 它自然就带有传输信息的特性 信鸽的核心竞争力是速度 要把信送到八十公里外的地方 一流的长跑选手 需要五个小时左右 骏马需要近两个小时 而信鸽甚至用不了六十分钟 正是这样的优势 让信鸽在古代大放光芒 成吉思汗用鸽子进行过岳阳通信 凯撒大帝用信鸽 传递过军事占领的消息 甚至拿破仑在华铁卢被打败的消息 也是通过信鸽传遍英国的 更独特的是 北非有一个贵族 他就喜欢吃里巴嫩那一带的鹰头 结果他在那边训练鸽子 让这每个鸽子腿上 双个小丝绸带子 不大 每个带里装一颗鹰头 然后很快的一天以内 就从里巴嫩那飞到北飞 我估摸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特快专地 还是包裹专地 所以很早就有人用这个 当然我们说用的最广泛的 那毫无疑问得说在军事上 因为在战争年代 你保不齐什么时候送信送不过去 搁的这东西在空中 尤其是冷兵器时代 它可能运用更广泛 后来到了热兵器时代 鸽子的功能也没有荒飞 速度比猎豹快 肌肉比大猩猩匀称 动作比大白沙敏捷 他们是鸽子 从头顶呼啸而过 在街头饱食中日 一只鸽子一天着食 一只鸽子一天着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有个鸽子 就是军事用的鸽子 名字叫亲爱的朋友 这鸽子就立了大功来 由于它及时把信息传递过去 使相当多的法国士兵 免于死于非命 这鸽子在飞行过程当中 了不起什么 它的胸口和腿上 都被子弹打中擦伤了 当然不可能都打中了 要真打中了鸽子活不了 就只被炮火给弄伤了 甚至呢 拴着情报那条腿都要弄折 可这鸽子愣坚持 飞了25英里 把情报送到了 结果后来还得了十字勋章 有人说这鸽子还能得勋章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一类勋章叫迪肯勋章 迪肯勋章是干嘛的 专门搬给动物的 就是动物给战争做了贡献 也要给它搬勋章 这是二战期间 很独特的一件事 这个迪肯勋章呢 总共搬出了54枚 这54枚怎么分布的有意思啊 有18枚搬给了狗 有3枚搬给了马 有一枚搬给了猫 剩下的32枚 全给了鸽子 你就看出鸽子在军事过程当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